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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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玩具都擦了一遍 一日到早上累得不行了 才睡着了 我抱他回房间睡吧 好 来 来 来 小心点 来 来 轻点 轻点 来 来 又下雨了 这几天天天下雨 我可讨厌下雨一天了 一逛街就下雨 你快别玩手机了 你陪我聊点天吧 我马上忙完了 你天天都那么忙了 这有个面包店 大家买点面包 早上起来吃还方便 夏儿不是还有面包吗 又买 再买点吧 都路过这儿了 那行 那你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 你好 怎么支付啊 那个 你好 那个 你们这儿是要招聘店员吗 对 上一个店员呢辞职走了 现在就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你以前有类似的工作经验吗 我没有 好 这样 我现在比较忙 你要是有这方面的意向呢 我们就加个微信 回头微信聊 好 走了 面包呢 都给忘了 行了 我看你也不是忘了 你就是想找帅哥加微信是吧 你说什么呢 我都看见了刚才 你不是把人家微信加了吗 你误会了 刚才我看到里面有一条招聘启示 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下 刚才店里人太多了 然后我就加了他微信 想让一会儿回家咨询他一下 招什么屁 你意思是我养活不了你 你好端端的找什么工作呀 不是养的活养不活的问题 就是我不想跟这个社会脱节 你看我朋友他们 好了好了 行了 我也不想听你说这些 我只有一句话 我不同意你工作 听到了吗 没心情逛街了 回家吧 走啊 走啊 我现在 没有没有闻到吗 闻到你 幸福都没到呀 不到了 小钱子我现在好幸福好幸福呀 谢谢你 谢谢啊 我真的爱你来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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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幸福 谢谢 谢谢 以后让我照顾你吧 我不会再让你原来了 好吗 谢谢 希希啊 咱们也要过孩子呗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我说咱们也生个孩子呗 你怎么突然想要孩子了呀 你也知道 我父母年龄大了 他就想要个孙子 然后我这同事这几个又有孩子了 我看着他晒着孩子的照片 我这心里也痒 我想着咱们两个 是不是也该生个孩子啊 其实吧 我挺喜欢小孩的 真的啊 那 那咱们就努力努力呗 那我们一起努力 生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宝宝 好啊 你说老郑跟诚心还能接着好吗 宣 你是没看见诚心那绝学的样子 提都不爱提老郑 要不你再探着他狗风 你昨天不是把那十天胶囊打碎了吗 你给他发个微信道个歉 看看他怎么回 咱们再找机会讨他的话 你现在怎么跟正前越来越像 这么多鬼主意 怎么说话啊你 老郑那是我徒弟 我平时不爱出风头 我才把机会留给他了 对不起啊 欣姐 昨天把胶囊打碎了 那都是你跟老郑的回忆 都过去了 人都散了还留着回忆有什么用 再说了 我已经放下挣钱了 并且接受了储云费 回话 这事必须瞒着挣钱 能瞒一天试一天 同样是失联 当头一棒和循序渐渐是不一样的 咱俩 这都是我当头一棒行的 当时能不受刺激 好 挣钱 在这儿干嘛呢 我上厕所 路过 我们刚才是说的 你都听见了 听见了 听见了 你没事吧 没事 完了 这下回我完了 什么都听见了 小宝 网那很多的 不不不 去 去哪儿 您稍微喝吧 对 再来点 我是郑大老爷 咱们今天就光这个灯 从那儿到这儿 我爸来十几趟了 咱们到底放哪儿 最后再调一次 我 往那儿来 对对 谢谢 好 来 主持人看一下这里 好 方便没问题吧 没问题 行 老郑 老郑怎么今天正常的人觉得有点不正常啊 你这么绕的话 也就我这支撑两万件的程度 别拼了 我跟你说 认真的 好 他真是画悲痛为工作 看着天让人可怜的 你也千万别在他面前说他可怜啊 我还用你嘱咐去 跟我们没有学调简单了吧 好 遥不可及第二期 三 二 一 开始 欢迎收看遥不可及 不见才子只献佳人 大家好 我是你们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姚佳人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 你遇到过的最不可思议的那个人 怎么样 来 出来玩要有个样子 来 那边有个卖棉花糖的 我给你买去 你吃吗 你吃吗 谢谢你看我看 你一定要看 你吃吗 没事吧 小时候不这样啊 我的天啊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看了这期节目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我们遥不可及官方公众号 那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拜拜 不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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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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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太怕了 我好像在工作呀 老郑就是老郑 人家失恋在工作 你看你 看我什么呀 说老郑呀 我觉得呀 他现在就是在强颜欢笑 就像你当初离婚 也说自己没事一样 他还是不把这负能量 发泄出来的话 迟早会出问题的 好 老郑 怎么都不敲门呢 我们是来慰问你的 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 我挺好的 其实我已经想通了 以前是我不理解陈欣 总有他生气 现在他有了好的归宿 我其实很祝福他 真的假的 真的 我现在就想做好遥不可及 既然选择这条路 我就要一直狂奔下局 带着你们两个人 一起走向人生巅峰 看看人家老郑这局 我 我说 你做人不能太优秀啊 你就是失个恋 在状态上也能把我和交胞比下去 这就是威尼和失败的区别吧 要做选择你自己做 我要跟着老郑一起做游戏 别贫啊你 那咱们仨就一起努力 把白人梦经营得有声有色 一起走向人生巅峰 而且我现在特别期待 这个遥不可及第二期 它的点击率能超过第一期 肯定没关系 是 有热心的网友发现并拍到 城市集团的老总 承建业的房车 出现在了一个影棚附近 遥不可及的节目主持人姚佳仁 在录完节目后悄悄地 上了城市集团老总的房车 杨总有消息 杨总有什么样的 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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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生有 原本是子虚乌有的事 却给他们编得又乌有样 交给我来处理吧 你放心 郑总 这两天你就别来公司上大了 记者肯定整天在公司门口守着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现在公司有那么多的业务 对了 明天就要谈联合收购的事了 人烟可危 所以你还是先避避风头吧 我 你还不放心 说老梁 你千万别多信 这个公司呢 是我们几个联手打造起来的江山 我不信你我能信谁啊 我安适用我 放心 你这车不能坐了 记者都认识 我另外安排他车送你走 好 点声 車来了 就来了 是吗 对呀 真的吗 还要够吗 快去了 一千一百一十六万 没想到一点八卦花边 竟然能让节目正乎 有了绯闻 关注度自然就上来了 这也很正常 不过你们说这消息 会不会是公司放出来炒作用的 我觉得姚天人做不出来这样的事 老郑 你看看 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这肯定不是炒作 因为陈总不可能让这样的新闻流出来 我觉得他会出手 遥不可及 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播下去 爸 你今儿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这不是公司没什么大事 我就先回来了 我今儿不在家吃饭了 我约了朋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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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刚回来你就出去 啊 清清 程伯复 好 余飞啊 你说 那我就开文剑山了 您那边危机公关 有什么需要我这边配合的吗 停调节目 是暂时停调还是永久停调 暂时停调 撤换调要加人 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了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 谨慎一点是最好的 明白吗 好的 那我知道了 你也问不说 我还问我的名字 我需要一个名字 你和他 Data 我认为你和我 那些人 昨天叫我 或许多迟那些事 我曾经讲的 这些事 我们在研究这个节目 是否要重新上线 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 虽然遥不可及这个项目停了 但是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节目 顶上 今天我们开会的内容呢 就是来讨论一下新的节目 该怎么制作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你去调查一下 看看是谁造谣 程总和姚佳仁的关系 好的 淑总 要保密 要快 知道 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自从遥不可及停播 挣钱就废弃往事地 让唐达策划新项目 这不挺好吗 如果是你 失恋的同时 事业又遭受毁灭性的大际 你穿不穿狂 穿狂啊 我可能跳楼的心都有了 所以 但是看着若不及时 其实所有的负能量 都压抑在心底 这样下去会出事 那怎么办 这时候就要哥们绑他一把了 要把他所有的负能量都收发出 这就叫刮骨疗毒 虽然疼了 但是 不该疼了 刮骨疗毒 怎么办 我跟您怎么了解 看到了吗 喂 妈 我和喜忌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一切正常 医生说我们可以备孕 你们就等着报大损了吧 行行行 你跟上爸说一声 好好好 拜拜 陈光 我们今天就要宝宝 会不会也太着急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也挺喜欢小孩的 但是我们现在年龄小 而且经济基础也不牢固 我担心 这你不用担心啊 我能养得起你和宝宝啊 可是 我还是 希希 我父母年龄大了 他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想抱孙子 你还想让他们等多少年呀 你放心 一切由我 你就安心地备孕 一切交给老公 我 我接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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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等会儿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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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关了 希希 公司给我打电话说有点事 我得回去一趟 好 必须得回去吗 我今天想让你陪我 我也特别想陪你 但是如果我不去 那公司有重要的事 你就交给别人 以后有重要的项目 那就交给别人头上做 对吧 好 我这样 我不去了 我在这儿陪你 以后无非就是 我做一点什么 边角料的项目 咱们穷就穷点 只要你开心 不去了 我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你去吧 但是我跟你说啊 我不是在乎你赚多少钱 我是想让你做 你想做的事 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而且你这天天加班 我可心疼你了 这身体都熬坏了 谢谢老婆 谢谢老婆 改天我把手机扔到马桶里 什么都不干 我就陪你 好吧 那我走了 去吧 走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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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谢谢你啊 这么多行李怎么就你一个人拿呀 你们明星不都前后后佣的 有好几个助理的吗 什么明星啊 我只是个小演员而已 走啦 你好 是杨佳人小姐吗 对 是我 你好 我是这儿制片助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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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您的房卡 您住621房间 621房间是吗 对 我们这边走 好 谢谢你啊 悠悠姐 悠悠姐 这是我们系的女二号 姚佳人小姐 佳人姐 这是我们系的女主 悠悠姐 你好 悠悠姐 你就是姚佳人啊 听说你和城市集团的陈总 关系不错嘛 怎么落到给我爷爷女二的地步了 上次我跟主任说要辆房车 他跟我说预算紧批不下来 怎么对女儿那么大方 怕她休息不好 就不怕我休息不好 悠悠姐是这样的 主任那边吩咐 因为佳人姐的戏份也蛮重的 给她一个套房 也是为了让她能够更好的休息 佳人 佳人 叫得挺亲切的 你们很熟吗 悠悠姐 我们才刚刚认识 既然又算紧 开什么套奸啊 让她给我助理小将 挤挤得了 悠悠姐 这 行 就听悠悠姐的吧 没事 你不用为难 我是来拍戏的 又不是来享受的 住哪儿都一样 就按她说的办吧 那就委屈你了 不过你放心 这件事我一定会和主任说 让她心里有数 佳琳 这临时有点事 我还是半会儿走不了 估计工作还得两个多小时 你肯定饿坏了吧 我给你点点外卖 你先点点肚子 没事 你先忙吧 怎么了 没事 突然想起来 你以前老跟我抱怨 说挣钱老是加班工作 没时间陪你 你那个时候 好像还挺生气 挺气愤的 但是现在 我也没时间陪你 你反正心情还行 哪有 我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我这一看手机吧 我就 我就顾不上别的 那你先玩 chorus 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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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咖 OK 我 谁呀 喂 希希啊 怎么了 你今天能早点回来吗 我还有点发烧了 你这样 你多喝点热水啊 睡会儿就要就好了 危险 怎么了 我走了 曝光姚佳人那个记者 说被人跟踪了 怀疑是楚云飞的人 楚云飞要是通过她 查到了我 那这事就不好办了 楚云飞 不知道是能帮你找到解决的办法 你打算怎么奖励我呀 这地方都让你站了 我的东西放哪儿啊 行 那我把我东西放回我的心理箱 其余地方都给你用 对了啊 你要洗澡的话赶紧洗 不然我听到水声睡不着觉的 行 那么 好 你赶紧洗呀 好 知道了 喂 老陈 怎么办 佳人 在剧组那边 一切都安顺好了吗 我已经住下了 这次你一个人情组 让你是委屈了 我一点都不委屈的 我知道现在绯闻的热度 还没有散嘛 你想要低调一点 我懂的 而且在现在这个时候 我能有这份工作 我真的超级感恩的 你在那边 一定要多注意身体 如果有什么事 你可给我打电话 或者给梁叔打电话都行 我知道的 你放心吧 我在这边一切都很好 倒是你 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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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